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支持所罗门群岛 人民 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久前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 密克努尼西亚联邦总统 西米纳时也指出了 中方主张各国在发展 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时 应当坚持岛国自主 坚持发展为先 坚持开放包容 这也是我们发展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关系的主张 中方呼吁有关方面 保持冷静克制 避免紧张局势 进一步升级 根据澳方通报 截至目前 事件造成一名中国公民死亡 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驻澳使领馆已促请澳方全力救治伤员 积极为家属赴澳善后提供权力协助 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 各位 谢谢大家下午 欢迎您出席的外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